藝人胡瓜他日前主持节目的时候 他就说邀请到了议员苗波亚还有立委黄杰 一起来讨论这个物价的部分 那其实物价有分很多嘛 有到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一些卤肉饭啊小东西 到甚至到精品类的都有 这个范围是非常的广的 那么胡瓜他也分享 他自己曾经到这个台北101想要买精品的手表 结果没有想到竟然被要求要先配货500万元 让他相当傻眼 胡瓜让先让在场来宾猜一款劳力士手表价位时 他公布答案 接着就透露 如果你要拿到这支表 绝对不是这个价钱 胡瓜透露他曾经在装扮的比较邋遢的时候 到台北101的精品专柜想要买手表 一进去的时候店员也不太理他 店员当时就直接表明说 我们现在没有这支表 更像胡瓜说我们柜台那支表标价150万 如果你急着要买到这支表的话 500多万就可以了 胡瓜就疑问说什么东西要500多万 店员则表示就是要再加上其他的商品 我现在表马上就可以给你 否则你要排队 对此胡瓜就在节目上面分享之后 苦笑的说 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会去了 接下来看到这一位他是网红 见习网美小吴 他平常拍摄的影片 风格大多数以生活类 然后还有一些分享的一些事情 然后受到年轻世代的喜欢 那他最近就在社群平台上面 公开了一张照片 不过这张照片呢 他是一个路人的照片 而且就是没有打马赛克的 那他po出这张照片之后呢 就被不少的网友批评 对此呢小吴他也做出回应了 小吴11日以你们相信世界上 有另外一个你吗 为题在IG上面发文 他透露大约在4年前 有人捕捉到一位陌生女子 和团队中甚远的外形 有95%之下 同时也附上这名陌生女子 从侧面偷拍的五马照 小民表示至今想到这件事情 还是觉得很惊人 因此希望可以借由贴文 找到这名女子 没想到贴文曝光之后 却引来了不少网友批评 有网友在D卡上发文 支持团队这样子的行为很不好 小吴事后疑似是有看到 这名网友的贴文 于是就将IG上面的寻人文删除 同时也在IG限动 po出了白底黑字道歉 坦言没有经过当事人的同意 就上传照片 使他思虑不周 并且承诺之后 每个言行举止都应该要更加谨慎 为造成困扰以及衍生出不良的影响 至上最深的潜意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呢 是最近爆红的一本书 叫做老公怎么还不去死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呢 雅音你有看过吗 不是 还没看过啦 毕竟前面两个字就跟我没什么关系 也是也是 这本书我还没有看过 但是最近的很红 来看看各图书馆的预约人数 都超级多的耶 有这个六百人三百人等等的 但是呢这么多个图书馆嘛 他预约人数都很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图书馆 竟然是没有人来预约的 这还蛮奇怪的 因为在其他间都是非常的红 但是在这个阳明交通大学 是没有人预约的嘛 那小编呢其实为了想要推广一下 大家可以来看这个书 他就是有po了一篇文然后推广 但是呢他里面有打了一些话 让大家觉得不是很妥当 他里面打说 本校的教职员们的婚姻关系良好 良好的身心灵状态呢 共创优质校园环境 哇这个话一打出来 真的立刻遭到网友眼上 大家会觉得什么意思 那是看了这本书的人 就表示说你的婚姻有问题吗 对啊那小编你有看过这本书吗 为什么你就这样打呢 其实会觉得这样的言论 并不是非常的妥当的 对因为其实他讲说这句话 就是大家会去联想说 哇那你这样子反映下来 不就是说我们看这些书的人 就是有一些不好的 可能是感情有问题 还是婚姻有问题等等的 那事后呢 因为已经被延上了嘛 他们现在已经修改了这个 文章了嘛 对文章 然后变成说 这个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 婚姻的书 欢迎大家来预约哟 那也听说啦 这个小编已经辞职了 对啊为了这样子 付出这样的代价 其实也还是就是蛮大的 对那其实不知道 有没有网友也是有看过这本书 也可以欢迎在留言区 跟我们分享一下 说明他里面谈的内容 其实跟婚姻或是什么 婚姻不合或是怎么相处之间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就是说欢迎网友们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或是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书 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接下来看到下一则的新闻 这一位大家应该都相当熟悉 他就是百万YouTuber Joman 那他之前他和他的合伙人 在新庄区合开了一间 叫酒夜车夜 但是在4月间的时候 因为购车的纠纷 遭到一群黑衣人是放鞭炮市井 没想到事情隔不到一个月 就在昨天清晨 车行的铁门又遭人颇红漆 而且地上还是撒满了名纸 那么警方获报之后 巡线逮捕了两名男子 最后是依照妨碍名誉 毁损以及恐吓等罪嫌 来移送侦办 先前有一名18岁的安信男子 前往购买宾室C310 因为未满20岁无法贷款 和业务人员发生纠纷之后 在4月25日的晚间 伙同7名黑衣人到车行燃放鞭炮 造成内部两部车辆毁损 没想到事隔不到一个月 5月12日清晨7点左右 车行铁卷门再度被泼上红漆 地上撒了名纸 还贴了诋毁9man的字眼传单 辖区警方互报不到两个小时 就巡线逮捕一名19岁的 张姓男子以及余姓少年 全案依妨碍名誉毁损以及恐吓等罪 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好 再来看到的乐团5月天 他们去年底在上海巨星演唱会 却被质疑假唱 那事情是纳到大陆的官方 都介入调查 而现在调查结果终于出炉 镇定说5月天没有假唱 不过最初质疑的博主 似乎对于这个结果是无法接受 上海市文旅局日前出面回应 5月天的假唱风波 详细说明当时的调查方式 除了针对主办方场地方现场音控师进行询问 也调取现场执法记录仪记录下的全程影像 取得相关资料之后 邀请专家参与研讨 分析手上的影像声音资料 最后确认5月天这8场上海演唱会 都没有使用事先录之豪的歌曲 乐曲来代替现场演唱跟演奏 但指控5月天的博主申理学仍然质疑 他说我不知道上海文旅对于假唱的鉴定标准是什么 只希望官方在论述一般民众的行为时 能够先充分了解情况再发言 他目前并没有针对假唱指控道歉 仅有在昨天下午发文表示 说该说的都说了 或者说能说的都说了 今天就先躺下来 后续没有再做出回应 昨天是母亲节 相信很多人已经都有跟妈妈一起带他们一起去吃 母亲节大餐 大家一起团聚的日子 那么其实不止我们人庆祝母亲节 昨天也拍到一个很可爱的画面 就是基隆鸟会的传务理事沈景峰 他日前就捕捉到了一个有准的妈妈 他捕获到了一只肥美的鸽子 然后叼着这个鸽子准备要送到巢穴 给他的孩子享用大餐 而游景峰就沈景峰就说呢 这顿大餐呢是有准的母亲节大餐 有准妈妈玛丽用锋利的爪子勾住一丝王的猎物 只见他在天空霸气飞翔 最后飞回巢穴送给孩子们 5月12日是母亲节 许多人都在这天带妈妈去吃母亲节大餐 让大自然界的动物们也不例外 基隆鸟会常务理事沈景峰时常拍摄 基隆油准 在母亲节这一天 他捕捉到油准妈妈玛丽 捕获到一只肥美鸽子 并送到巢穴给孩子们享用 沈景峰称 这顿美食是油准的母亲节大餐 基隆鸟会常务理事沈景峰笑说 孩子们吃的是和平鸽 因为他们非常和平的一起吃食物 没有争夺 而一般油准的幼鸟感情很好 但学会自己近视时 可能会出现一起在天空墙时的情况 沈景峰表示 青鸟总是很忙碌 要帮忙捕猎 送餐 藏食物 喂食 伴飞 还要抵御同类的入侵者 向多少位或是其他猛情靠近 但父母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让他们能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 而沈景峰也藉由油准捕猎的影片 祝福大家情节快乐 好 接着看到的是恒春半岛 近年来是成为海龟出没的海域 但是有前有日前发现在近岸潜水域 发现有一只绿溪龟 它遭到了余限的缠绕 而且它的桌千只已经不太能大幅动摆动了 那为了想要来救它 所以多名的资深潜水教练 就下去搜索30分钟 那最后幸好有成功的把它救了出来 恒春半岛近年成为海龟出没海域 但屏东后壁湖有前有日前于 近岸潜水域发现一只绿溪龟遭雨线缠绕 虽然绿溪龟勉强还能游动 但左前只已不太能大幅度摆动 游速不快 成大金库中心获悉后立即联系 还保守几数名资深潜水教练 顺利救援海龟已除雨线 目前已移送海生馆交由专业受益团队 进一步检查与评估 这样子的雷达回波 回波比较强的区域 一样就是跟刚刚云图显示的区域 其实是很类似的 所以目前看到 其实在台湾上空 其实是没有明显的降水的回波 所以我们预估今天的降雨 会慢慢的趋缓下来 那我们从昨天的降雨 从昨天一直到今天早上 9点的降雨累积图就可以看到 主要降雨比较明显的区域 就是位于基隆北海岸 然后台北桃园 以及新竹 甚至新竹的一些山区 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 昨天这场雨下得比较急 然后有一些闪电的现象 提醒大家就是在封面通过的时候 还是比较容易 会有一些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 那未来一周的天气趋势的话 今天主要是东北季风在增强当中 所以各地的天气都会比较凉一些些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各地的云量 都是比较多 比较容易下雨 那到了明天一样还是类似的趋势 但是整体来说降雨的趋势 会比今天稍微再更少一些些 那我们注意到北部 东半部以及金门马祖的温度 是稍微比较偏凉一些些的 清晨的低温可能都只有 大概在18到19度左右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